在這個範例的背景圖層 我們目前已經有畫了一條路徑 要作為這台汽車的一個 移動路徑 但是呢因為現在背景圖層顯示範圍比較大 所以我們利用Scale的方式把 整個畫面變大一些讓路徑變得比較明顯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點到這個路徑之後 把這個路徑 拿給上面的這一個 汽車 作為他的 移動導引線 在這個時候我們把它貼上 你會發現有一個問題產生 當你貼上來之後 路徑本身並沒有跟著我們 這個圖層 就下面這個背景圖 放大 貼上來之後就變放大 他只有維持他原來的大小 貼過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這個 文章裡面要跟大家介紹的 到底 路徑的縮放 跟整個圖層的縮放 哪裡不一樣 如果透過整個 圖層的縮放呢 沒有錯在這邊看到這個路徑 確實會放大 可是當他複製 移動到別的圖層的時候 路徑就會恢復成他原本的 100%的大小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 使用路徑複製時 一定要特別注意的 如果說你的路徑 後來有在做調整的話 就有做縮放的話 那一定要 特別留意一下 這樣的情形 才不會說貼進來 怎麼那個 路徑的大小 跟 你想要 改變之後的大小會不一樣 那路徑圖層 本身其實 也可以做調整 就站Ctrl加T 所以如果我們 點到這個 他的路徑 假設我在這邊 直接貼上來 他有一個路徑的話 那你針對這條路徑 是可以直接來做調整的 比如說我們剛剛貼進來在這 Ctrl加T 這個時候呢也可以針對他做 這個縮放的動作 那這個縮放是只針對路徑本身 而不是整個圖層 那如果我們用的是整個圖層裡面的這個Scale屬性 他就是 整個圖層會縮放 包括我們路徑也跟著會做縮放